針對花蓮魚鎮不斷 再不擔心受打這件事 像今天會連著五六天的 氣象報告會連著五六天的大 所以在魚鎮的大盛之後 魚鎮不斷 再加上這樣的土劑 就即將已經在進行當中 這會讓土質鬆動的嚴重性都會加重 所以對於目前花蓮的重建 行政院已經提出兩百億的特別預算 現在所重的就是各個盤點工作 趕快最快的時間 來有一個正確的盤點名單 讓各項這兩百億趕快的 讓執行計畫能夠展開 那目前短期的部分 代華是肯定現在內政部跟交通部 提出我們受災務 結合當地的旅宿業者提供月租的 這樣的房源 但是長遠的部分 行政院這邊也提供了 不管是重建 以及構新屋這件事情的 相關的作業跟預算 所以這重點就是在我們地方政府的 這個受災部意願的調查 所以在這邊 我覺得中央地方這邊是應該要合作的 所以請行政院就直接進入到 跟縣市政府成為一個工作平台 對於受災部相關的工作 能夠每日中央地方這樣的一個工作平台 正式的開會議 每天的正式的對外說明 因為今天整個受災部的安置 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如何能夠有安心控的地方 這件事情當務之急 就是安置受災部 所以我想地方的這個盤點工作 行政院應該要積極的來協助 成立具體的建議 就是成立工作小組 中央跟地方的工作小組 這個盤點的工作也每日的對外說明 好 謝謝 以上